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一開始有被交代要先分享一下自己的一個歷程 其實小時候是一個非常害羞的小孩 但是長大之後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有那個機會去接觸志工 志願服務的工作 那這部分的一個投入 改變我很大的一個人生的看法 因為事實上我參與過巴巴風災的救難工作 那甚至也參與過愛麗風災的救助 就是那個風災是襲擊司馬庫斯 那些原住民的部落 那麼此外呢 我也去保護過紫班碟 然後也去印尼救過火毛猩猩 大概就是有這樣的歷程 其實在這樣的參與裡面呢 開始讓我去回想 我曾經學過的一些科學 一些數學的方程式 這樣代表的一些意義 那麼事實上我的專業呢 是在於就是地下水的一些模擬 我的博士論文呢是藉由一個數學方程式 去形容二氧化彈 打到深地層裡面去之後 它的一個遷徙的狀態 那我用一個數學方式把它求解出來 去做這樣的一個預測 那這個過程裡面其實一路走來 就是把題目解出來就對了 這樣就可以跟老師交代了 然後也可以發表論文了 但是事實上透過這樣志工的一個參與之後 我會發覺很多第一線志工在前線 他們捍衛的雨林 或是他們捍衛的這個子班碟的一個延續 事實上是帶著生命的熱情 那從此之後我就開始看了我算出來一些數據 它突然間就變成是有顏色的 是有感動的 所以這部分讓我覺得很深的一個觸動在心裡面 那同時呢在參與志工的工作裡面 其實你才會面對我到底可不可以 我到底可不可以解決這種低線救難的問題 或者是說我可不可以幫助一個黑暗部落 怎麼樣讓他們拖鑑電話甚至網路等等 那這個過程裡面也跟一些志工的夥伴一起攜手 那把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就去努力把它做到 那我記得我們在2008年 新竹後山有一個部落叫養老部落 那可能人數大概是七八十個人 其實那部落在2008年的時候還沒有電話 那後來我們是跟著那個更新三學團的一些志工夥伴 那麼一起把這樣的訊息向總統府反映 那後來也贏得就是政府的一個重視 後來就在2008年讓他們有了電話 可以跟三下孩子通訊 所以這是一路走來就覺得說 其實看起來好像不可能 可是其實你意志堅定了 你努力去做了 方向是對的 其實老天爺會幫你 你自己也會給自己打氣 那這是我在志工的場域裡面學到的 所以這條路其實走的算很開心 那後續也一路甚至到聯合國志工會議去 開了分享台灣志工的一些經驗 那我想從這個路程上面讓我學到了學校裡面 可能學不到的事情 也許這樣的撞擊才讓我有這樣的勇氣 去做一個蒜圖農場這樣的工作 那麼蒜圖農場的事實上 我想大家都看過電影 電影其實就是一般的影片一秒鐘 就大概是24張圖組成 所以算圖的意思就是在算一張一張的圖 當然最近大家應該知道說 我們的李安大導演 他拍了一個比翼零的中場戰士 他是一秒鐘120個frame 120張圖 等於就是史上最清晰 所以等於是這樣的概念之下就是說 越清晰因為每張都要算 越清晰就要電腦就要越快越好 因為他必須要算很多的一個圖形出來 那所以等於是我在國養中心負責的工作 就是蒜圖農場這件事情 而幫助我們的影視內容業者 怎麼樣把他的影片一張張的算出來 OK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也跟幾個學界的好朋友一起合作 那希望把蒜圖功夫可以打得更深 打得更好 那麼國養中心剛剛大家大概有聽過這個中心 那事實上我們中心已經成立20多年了 那我們第一任主任就是 之前的行政院院長張善政 那是我們第一任的主任 那我們中心一開始在台大育城 1993年的時候就在新竹就是落地神耕 那國養中心裡面有很大的超級電腦 就是他預算量事實上滿快速的 那我們曾經 我們現在的這個遇封者 在他建構的應該是三年前的話 是全世界排名第42 那今年開始我們又有一個專案會建到 PETA等級這樣的一個巨量電腦 那麼另外我們也有很大的儲存空間 像之前的話像氣象局的一些衛星的影像資料 都還必須要傳到我們中心做一些儲存跟備份 那麼另外我們也有學員網 比較寬頻的一些網路 那目前也upgrade到100區 那所以等於是供應這個學員使用上面 能夠效能可以更好 那在這樣的平台之下 我們就建構幾個應用服務的領域 那這領域會包含一些物理化學的運算 那也有一些工程像汽車碰撞等等的一些模擬 還有包含生物醫學 環境 災防 那麼此外其實在這個歷程裡面 我們也不斷地在探索說 以高速計算而言的面向 可不可以touch到更新的一個領域 那這部分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阿凡達 那阿凡達這個電影呢 事實上是目前還是票房全世界第一啊 應該是這樣 對 那這個電影呢 好不好看 大家有看過 有嗎 大家都點頭 那這個電影事實上呢 他用當時全球排名百大的超級電腦 整整運算了兩年 所以你看那些虛擬影像 其實納美人都是算出來的 不可能現在有真的長成這個樣子 那麼同時其實我們也看到 美國的新墨西哥高速計算中心 他也動用他的這個超級電腦 打造蒜圖農場 那這個蒜圖農場呢 其實是英文名稱叫Renderfunk 他就直接把他翻譯過來 叫蒜圖農場 那中國他們是叫渲染 渲染平台 那蒜圖剛剛有做了一些解釋 那麼其實這個蒜圖的蒜 主要就是說 我們一般電腦的一個 就是深層的一些模型 那他必須要在畫面裡面 還是要做一些光影的成像 所以其實最後的運算是 你的模型上面貼了紫材 譬如說你的模型可能是一張桌子 那上面是木頭 你可能貼了木紋 那木紋之後一定要有光源嘛 那就是做一些折射反射的運算 所以蒜圖事實上是在算 這樣的一個動作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意義 那後來呢 就是因為國防中心就是我剛剛講 成立二十多年 那也差不多在五年多前才 我們才推起這個蒜圖農場的專案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當時我的國防中心的主任 也是清大的 冬季系的特聘教授 江國林 江老師 他有跟我說 希望我們中心的一些 超級電腦 能夠去算一些有溫度的內容 然後後來因為我自己很愛看電影 然後也很多就是藝術界的朋友 像在座的這個繪本大作家 童家 對 就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就一個念頭就想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平台 做成一個像可以算阿板達這樣的一個 系統出來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好朋友都找來 一起工作 對 這是一開始的私心 對 那我想先說 後來我就跟他 propose 這樣的想法 那本來一開始覺得說 應該是不太會被 approve 那沒想到那個江主任 江老師他就非常開心 他說這倒是我們高速計算可以做的事情 那麼以前電腦都是服務科學工程領域的一些學者專家 那其實我們的超級電腦以後也可以算出故事 算出電影 這是他的期盼 所以我就因為他的一個支持之下 我們就開始做study 那麼其實對我們而言呢 把一個電腦硬體把它建構起來 其實已經有一些經驗 那上面再去架構一些軟體 其實在設備上面也還好 等於是說 目前我們的算數農場上面 就是會基於超級電腦 去建構一些動畫軟體 譬如說Maya 有聽過Maya舉手 有嗎 對 就是3D模型像3D Max 那些都是一些 commercial 非常有名的一些軟體 像現在好萊塢的影片 也大概都是基於Maya跟3D Max去運算 那此外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整合一些特效軟體 譬如說RealFlow 或是算2012的Naite 這些事實上就是一些要做海浪 這樣的一個力學特效的軟體 那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說現在是雲端的世代 因為你整個算幅量很大 你不然可能說叫台北的導演 然後搬著他的算圖檔案 跑到新竹來算圖 這樣大概是這個平台就沒有辦法運行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建構在雲端的服務模式 所以雲端的排程系統就很重要 那目前事實上我們整套的一個環境 等於就是說導演是不管在哪個地方 他都可以連線過來使用 那麼事實上國廣中心的本部是在新竹 那麼台中台南都有分部 那我們算算圖的主機 事實上是擺在南科的這個分部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建構的思維 所以也很開心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去走出一個用雲端服務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可以比較方便 因為其實在我們建算圖農場之前 國內也有一個單位 他也有試著想去做 不過他的形式可能不是用雲端 所以等於是每個人要帶來檔案去他們家公司算 那後來那個方案就停下來了 所以我想就是說可能在這過程裡面 必須要把情勢要看對 然後去選擇 就是你比較有機會選擇一個長遠可以走的路 那麼建這個軟體 或做這樣的一個效能測試 對我們而言其實不是太難的事情 難得是我們把平台建構起來之後 那麼要怎麼樣去驗證說 我們這樣的平台真的可以去因應 業界級的一些創作 因為當時其實我們國防中心所服務的對象 大部分是學界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 因為電影這一塊 其實如果可以跟商業電影做串聯的話 應該是會是 也是新的一個里程的開啟 所以我在當時做這個平台的時候 就有想到說 我們的測試檔案一定要能夠算到業界級 這樣的一個作品 那後來也還滿幸運的 就是在我們建好的當下 剛好就是有一個動畫導演叫張永昌 那他在民國100年左右 他事實上有一部作品叫太極星毛希望可以運算 那這部作品他的毛髮跟他的polygon的數量 都超過百萬 接近像好萊塢這樣的一個短期 那大家想 就是說其實遜的影像 就是用多邊形組成 就是用polygon組成 每個人物像貓咪也好 或是像桌子也好 都是用幾個多邊形把它組合起來 那因為剛我講說他的名字 電影叫做太極星貓 那有貓咪就會有毛 就像皮克斯的毛怪他會有毛一樣 那這樣的運算事實上就會複雜了 因為大家想看看 就是有毛的話他跑起來會動 所以跑起來會動這毛髮會飄動 就等於是流動的風是流利嘛 那頭髮是固體 所以是固粒 所以是一個流利要偶合的運算 所以是非常複雜的問題 那就是因為他建好這些貓咪跟這些 就是畫面效果的一些情境 那對我們研究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懂Compute Science 或是懂這些力學運算的人 可是我沒有辦法去做出一個 很漂亮的貓咪 3D 的貓咪出來 因為那些是我很重要的imput file 但我沒辦法去做出來的時候 對於我整個平台運作的效能就會是 就是我會不知道說是不是能夠算到這樣等級 那這個照相導演後來就把他的這個太極細貓 整個檔案就送 就等於就是說就送過來給我們做測試 那是非常巨大的一個file 那這個過程裡面其實一開始在測試 也吃盡苦頭 不過就是幸好有他這樣的一個夥伴 可以陪著我們一起爭措 那一起把問題克服 那大概經過建好之後經過半年 那大體上就把整個環境都tune到 可以算完他的作品 然後我們就還算滿開心的 結果我就在農場做好之後 就是我們整個測試完 那就遇到有一位大學老師 他就很急來告訴我們說 我這邊有一個專案是國歌會的計劃 等一下就要到了 可是我這專案非常複雜 那把我們學校的機器都算到掛掉了 然後他就說怎麼辦 後來我就想說 OK 我們算我們建好了嘛 那你就來用 結果他還用的時候 沒想到我們只用了10個節點 類似像10台電腦 他大概算兩個小時就算完了 所以就很開心地回去解案這樣子 所以等於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時候像大資料的問題就是涉及到就是說 他的這個 有時候就是一些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 就是節點 就是機器跟機器之間的互動 變成是非常重要 所以整個你要做到一個大量的一個運行的時候 其實整個系統的pipeline的效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當你在問題很複雜的時候 就是兩個節點之間的溝通的效率 也就兩台電腦之間溝通的效能就是一個重點 而不在於說你單台電腦算得很強 這個是必須要去 就是說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OK 那這樣的一個算體融座 我們就是在民國100年開始啟用 其中的過程裡面也有另外一個 蠻優秀的動畫公司叫兔將 兔將的話是在台大育成的 目前有大概200多位員工 北京有一個分部了 今年他們有幾部特效的作品 有入圍金馬獎 像卓妖記 紅衣女孩 這是他們第一部的作品 在我們中心做運算 那是他們開發一個毛髮沾水的外掛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事實上是在他們公司裡面 做了粗配的運算 那所有事情他認為正確之後 就把光影跟毛髮射到極致 然後到我們中心來做運算 這樣就可以趕得及他去投稿 SIGGRAB-SHIRT 這樣的一個國際級 PIM-OSCAR 這樣的營展的競爭 那個作品也有入選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假設說一個公司要養這麼大的超級電腦 事實上它耗電耗人耗水 而且電腦不是買就好 它很多部分你必須要去維護它 所以是很辛苦的 那以台灣我們是小而美 所以如果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一個 超級電腦算圖這樣的基礎設施 相信可以推進一些內容產業的一個創作 所以那個概念就是說 你可能你要喝牛奶 你不見了一定要養一頭牛 大家可以分工 分工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邊顯像是說 如果你要蓋一個 自己的算圖平台 其實花的費用一定是上百萬以上 如果透過我們中心來做運算的話 其實那個費用就可以降低滿多的 好 謝謝 那麼其實在回覆這個過去裡面 我還是滿喜歡講那個 我其實一開始跟江主任提到的一個構想 是希望能夠從一個競賽的開辦開始 而那個競賽呢 我就把它命名叫做HPC 功夫 那麼HPC 指的是 Hyper-post computing 就高速計算的英文簡稱 那有功夫的這個意涵 其實就可以把 好像是計算的科技 linking到文化這邊來 所以是當時是讓他們想像 那因為我自己其實在 也在雲門有成立有學武 所以還滿喜歡雲門的一些 雲門那個林環銘老師的一些創作 一開始也有想說 就是把雲門作品能夠融入 然後變成我們內容創作的一個環節 OK 這是之前跟江老師提了 跟我的主任提報的一個簡報的一個內容 好像 那就是也開始跟他提到這樣的構想 所以要怎麼說 就一開始在參與這個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他似乎不是一個assignment 而是說我就是生意思想要天生 我就很開心去承接了 所以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想怎麼樣做得好玩 那怎麼樣把更多的能量 能夠凌結在一起 雖然可能現在 我們的影視產業 還有很多成長的空間 可是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還是看到很多的希望跟可能性 那這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那個江國林江主任 就是穿男生衣服那一位 然後中間是當時的院長 陳文華 陳院長也是親大的老師 對 就把他們就這樣編一下 給他們長了頭髮這樣子 所以你看 一定要做特效 因為有特效才好想像 對 這個是 這是我覺得這裡很令人著迷的地方 好 下一位 那麼一開始 其實我們也到處 就是有一個藉口 我就可以到處拜會導演 像這位是魏德勝 那魏德勝導演那時候正在拍 應該是在拍塞德克巴萊 然後也去問他這些業界的一些經驗 當然也跟幾個學校有做了一些互動 那其實那時候有看了一個藝術大學的學生的畢業作品 也是做影片的 那我竟然看到他最後說 他是要算龍捲風的 可是他就說 因為我把學校的電腦給算掛了 所以只有算出一張圖 那老師也接受 因為學生敬立了 學校的電腦也敬立了 所以學生畢業了 所以這是有真的看到這樣的說世若文 上面自己有寫 下一頁 也去見了很多的一字眼導演 這是烈姐 等等 等一下 那麼其實業界這一塊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當然大家都希望趕快把他算完 但是有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 其實我有去過像西基這樣的動畫公司 他們做一些 一些好萊塢的電影 然後最後要變成電視劇 像《尋龍高手》這樣的後製 那光是做這樣的電視的後製 他們一年可能要花在電腦的錢上面 就要花到一億以上 對一個企業這真的是很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成績 就是現在其實也一直在談說 是不是有可能這樣的機器 可以擺到國王中心這邊來 讓他們專心在創作這一端 所以這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共同思考 因為其實大家也清楚 像參與那個LeoPi的那個RIH 話也破產 所以這一塊的事業事實上要經營的話 可能還必須找出更好的 business model 因為大家可想的是 如果你自己家裡面養了這些機器 你可能會有氮劑 你氮劑接不到案子運算的時候 你家的機器還是必須要養它 你有水 有電 人都要照顧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統籌去思考的 那也因為說整個世界可能還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很好的business model 所以我們還是很有機會 那所以這是一路 對 那我每次去跟導演碰面都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都很會講故事 我就最喜歡講故事 像不過我們科學界也有像 孫文鑫老師這麼厲害的高手 我剛剛聽他講話的時候我根本不想要自己上調 我希望他繼續講下去 然後後面又有遇到蔡惠勳導演 再來一下 對 蔡惠勳導演到我們國王中心 這是我們國王中心在新竹的正門口 也歡迎大家可以到我們國王中心來參觀 我們這裡有非常優秀我們的媒體的召集人 李明亞 李先生也在顯場 可以跟他報名 我比較喜歡交朋友 OK 好 OK 那麼蔡惠導 大家知道他吧 這是拍那個痞子英雄的導演 應該有看過痞子英雄吧 有嗎 還有那個白色巨塔 還有流星花園 他都是導演 那他拍痞子英雄2的時候 其實他有跑過來跟我們說 這要怎麼講呢 其實大家如果眼睛比較 就是觀察力戰 就觀察多一點的話 你會發覺現在的電影 如果做水的話 他會給你看slow motion 像李安那個海豚這樣飛過來 因為有時候需要slow motion 那感情才會凝聚啊 可是你注意看 如果是爆破的片 有做slow motion嗎 我是還沒有看到 如果有同學 有觀眾朋友我看到 可以跟我分享 因為現在我有去研究他們這個固體的碎裂 其實他們碎法 不是真正我們物理界的碎 他是 已經先 先講說要碎哪一種模型 那一撞就碎了 所以他必須要很快 然後你才不會看出他的破綻 所以蔡惠希導演他就想說 是不是有一種可能性是 他要去看那個子彈 怎麼樣去串 就是把一個鋼板給他穿破 然後要看到這個過程扭曲變形狀態 這都是 我覺得就是從夜間裡面找題目 他告訴我這樣的題目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立定之項 在演算法的部分 會朝固粒的這個引擎 就是固粒的碎裂去發展 那剛剛蘇老師也提到那個隕石 對不對 如果這樣撞每個球都可以 電腦動畫 就是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慢慢播 說搞不好就是也會很有魅力 好 這個就是 我覺得跟一些業界朋友這樣討論 就會得到更多的靈感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 能夠把平台進得更好 更符合他們的需要 這都是很有趣的 而且可以 你看我這樣一系列走就認識好多人 好 下一個 OK 那這裡就是說 當然我們這個競賽 就是說我剛剛有說我們辦了一個競賽 認識這些導演最大好處就是說 可以把他們找來當業界評審 像我第四屆我找的評審 就是李烈 烈姐就是我們的業界評審 那麼第五屆呢 就是我們很厲害的金鐘獎導演 曹瑞元 就一把青的導演 有看過一把青的舉手 哇 全部都舉手 好棒喔 回去一定要看一把青 因為那是我們自己的故事 白鮮宏先生的作品 然後有在公司有播映 現在都可以買DVD Yeah 那我們辦這個競賽 基本上面 就是 就是我覺得 因為 大家知道就是說 國網中心 我剛剛有起 我們過去 當然有很多的超級電腦 那來用的都是一些理工科系的 學校老師跟學生 那其實我們這個平台上面 之前根本沒有接觸過 藝術領域的 的老師 或者是業界的夥伴 都沒有 所以要怎麼樣很快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有提供文創方面的服務呢 那我覺得競賽是一種方式 那後來就是 我老闆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所以我特有一個競賽 我就可以邀請藝術學院的學生 來丟他的3D動畫 同時我可以辦Washop 讓他來使用新的方式 來創作他們的作品 那麼此外呢 我剛剛有講 你找競賽你一定會有評審 那我就有理由 譬如說去邀李烈 對不對 然後我可以邀邀蔡勳導演等等 就可以把大家連結過來 所以我目前事實上 已經辦了五屆 那這裡可以回饋看一下 我們第一屆當時的一個情況 所以剛剛大家也有看到 就是說 當時一開始的畫面 是我在分享我們蒜頭農場的一個能量 那其實等於是 這個計畫其實還沒開始推 就已經被選定變成記者會的主題了 所以還滿刺激的 不過就是 可能就是努力去做吧 就會遇到一些貴人 然後同時呢 同事們也都很努力 因為這是一個 因為我覺得這是新的東西 而且可以跟文創的朋友結合 其實大家都還滿開心的 好 下一位 那麼其實這樣幾屆辦下來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有幾位在海外的一些華裔的動畫專家 那這些人如果可以把它連結起來 跟台灣的夥伴一起合作 這其實也是一種不錯的策略 所以我們在應該是第二屆的時候 就邀請像在 匹克斯的PISA 就是做王軍總統員那一家公司的 許文庭他是首席的光師 那麼還有在BLUE SKY 就是做冰眼綠險記的那一家公司 那個王普神 那麼還有當時在威塔的馬萬鈞 那馬博士他也是坎大畢業 是歐亞明老師的學生 他也曾經參與過阿凡達的製作 等等 那麼事實上我上禮拜剛從美國回來 我就是去找文庭然後去找顧森 在進一步的這個交流 那希望能夠把我們未來 就是文化科技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需要串聯的 的一個方式 對 那麼這部分事實上他們回來也 參與我們整個競賽的一個製作 那這部作品是 應該是第二屆的季軍 是台一大的學生拿到的 那這個魯興泉這個同學 事實上還滿厲害的 他就是來使用我們這套設備的時候 其實是玩 還沒有用過雲段的方式做創作 但是事實上我們大概是 半天的課程 就讓他可以進入狀況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所以其實剛剛最後一個參賽的作品 的學生他就有提到一個重點 用雲段的方式去做這樣的農場 事實上有一個好處是 其實所有檔案都可以在雲裡面做整合 因為我要怎麼講呢 其實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這個3D動畫的檔案量非常大 那麼如果說 我要存在另外一個電腦 再搬到其他地方的電腦 光是這個班載的份量就消耗很大 所以這件事情如果是統一可以在雲端做作業的話 這樣就可以節省很多製程上面的效能 大家也很清楚 像電影院 我們常常都是在最後做算圖 我都知道電影導演已經都排好 你院線片要上映的時間 也不可能delay delay的話可能就違約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會變成效能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之後就陸續 我們兩屆在國網中心辦 那麼第3屆開始我們就到台北 這應該是在那個光點電影院 那當時我們的張恒正章 應該是當時是國科會的 科技部的部長了 那也一起過來包含蔡云正偉 還有這是朱彥平 朱導演 也過來當我們的業界評審 OK 下一頁 那麼第4屆是在公事辦 那當時就是 我們的張部長已經變成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然後旁邊站的就是李烈 是我們業界的代表 然後他還有一位是陳元勝陳委員 一直一路很支持文化跟科技的一個結合 下一頁 那麼 今年第5屆的話 我們事實上有一個 更大的不一樣 我們搬到高雄去辦 所以現場有我們經濟部的長官 吳當春 吳組長 他特別從高雄上來 聽說回程買不到座位了 所以在第5屆的話很開心 是我們第一次移到高雄去辦 移到南部 而且是在自威資訊科技這家公司辦理 他有一個大概200人做的一個國際會議庭 非常舒適 大家有聽過自威科技嗎 大家有知道飛行巨院嗎 有沒有做過飛行巨院 對 是喔 沒關係 這樣我們商機更多 對 OK 那個 自威科技 事實上是 總經理是歐陽志宏總經理 他是中山電機系的優秀校友 他開發了那個飛行巨院這樣的一個機台 等於是你坐在上面 你可以體驗 4D 5D這樣的效果 你不用戴眼鏡 你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他就搖晃你 然後做一些特效 你就感覺好像你在飛越加大 當然前面有一些影片播放啦 或者是你就 穿越那個進擊的巨人呈現的畫面 那目前他這個機台的話 其實一大世界有一座 那最近的話是在 苗栗的上順 那個樂園裡面 也是有他們這樣的一個機台 那也結合Shopping Mall 還有一些AR VR的一些遊戲 現在去訂那邊的一個飯店 要做這樣的 要遊樂的話 大概是一個月前要 要訂要辦沒位子 那目前他們的這個機台 事實上也賣到德國 全世界可以跟他們拚的就是Disney 所以等於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然後他們輔導的這個長官 就是進一步加上出口處 對 那在這裡的話事實上 在這場的這個第五屆 那也有一些 就是智慧總經理也有贊助 那也包含兔匠 還有數位宅莊這些公司 都是跟Content會有關聯 那大家想就是說 當機台你就可以去 去行銷你的這個硬體 可是硬體上面的Content 如果可以變化的話 搞不好就可以軟硬加持 可以讓這個事業做得更大 目前好像那個 應該是HTC也是打算這麼做 他們也希望做一些Content的東西 要不然你光是賣手機 你的賣也是有限 那對於Content的話 其實就是很無限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每個人都洗心研究 每天都要看影片 每天都要看故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軟硬必須要結合的一個趨勢 那這是我們第五屆的一個活動 對 往下 那麼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整體的一個 就是說在第五屆辦的一個氛圍 事實上是很感動的 那也包含就是大家一起 為這樣的一個產業做祝福 那因為參與競賽都是學生 那有這些公部門跟業界的代表 來支撐他們 那他們走這個創作之路 有後盾這樣的一個支撐 那我想在這裡其實 因為我們國養中心的 這樣的涮型農場 其實就是支援這些學生競賽的作品 那同時也幫助了 就是國內的一些影視的創作 的運算 那包含剛剛看到的總鋪絲 其實有包含一把氫 那還有煉飲糧等等 那我先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回顧影片 那我再往後講 所以其實每一部作品 我們都很用心在投入 那後面都跟每個用戶都變成是好朋友 可以一起往下走的夥伴 其實還滿喜歡這樣的感覺 下一頁 那麼其實整個建構 就是我剛剛開始講的 就把軟體把它整合起來 其實要不斷upgrade 它最新的一個技術的狀態 因為特別是在校園這部分 就非常重要 那目前我們的加速演算 就不斷在往國際級的方向去脈動 那麼同時在運算 因為現在的目是平的 可是現在很多 譬如說環境的劇院 我剛剛提到飛行劇院等等 它的目就不會是平的 所以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在中心的算圖的 平台上面也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大概這五年來吧 我們算過的國片大概就是 包含電影、電視和廣告 大概有20部以上的作品 那此外呢 剛剛也提到 因為人才培育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 我們在國廠中心上的角色 是希望透過競賽 去泡磚影域 能夠鏈結更多的學界進來一起投入 那麼其實你看 就是這樣的一個一路走來 走到現在也已經是 也走到跟經濟部跟文化部要攜手合作了 OK 那是我們過去參與過比較重要的作品 像三地動畫那個夢見 也是這種昌導演的創作 有看過這部作品的舉手 有喔 OK 好 它是2D跟3D的結合 對 那麼總部是應該大家都看過嘛 對不對 電視都有播 那麼這一刻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當時那個陳勳導演 他就是說 那個吃米粉很好吃 可是光是拍演員的表情 他覺得不夠 他一定要讓觀眾看到說 米粉在嘴巴裡面跳舞唱歌 他一定要看到這樣 那當時的話 可能搭配他的 特效公司 他比較沒有辦法handle 所以但是導演又一定要 所以後來是送到我們中心做運算 那當時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其實是我們用一個加速的方法 因為讓導演可以從遠端直接調3D模型 那這部分大家要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在用戶端 可能就會有網路的 那個last mile的頻繁的限制 那我必須要用科技的方式去克服這一點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的是說 算圖的這個概念 那其實基本的是超級料沒有錯 但是上面你要把它 整個軟體整合得好 其實是很重要的功夫 那你必須要因應不同的狀態 去找不同的軟體 把它串整起來 當然中間也必須要你寫一些 好效能的一些好的plug in 或者是就借接軟體 把所有軟體能夠串整得很好 這是大概要做業界服務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肩膀 必須要把這些問題解決掉 所以等於是 我們中心所承接過來的算圖案件 其實常常都蠻多幾件 但是沒有一件到我們中心來算是 是私手 都是讓每個導演 每個廣告公司都是能夠如期去 去繳出他們的作品出來 那也有參與念陽的一些特效運算 主要是煙霧的鏡頭 然後最完整的一個參與應該就是一把青 那因為一把青就是它是一個連續劇 那大概是30集 每一集50分鐘 整體的特效畫面含了兩個小時 大家想就是兩個小時 等於就是皮克斯3D動畫 這樣的一個長片 所以它特效的運算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又必須要跟實拍結合 所以等於是台灣的連續劇裡面算是 最就是算是一個台灣的紀錄 下一頁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他們整體製作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一個創作它會有劇本 會有前期製作等等 那麼對於我們國王作品而言 就是說它整體的製作都完成 所謂製作是說 飛機的模型做好了 你資材上好了 你光影設定好 就是所謂的implifier 做好之後呢 就要把這樣的implifier 送到國王中心的儲存設備 送到我們農場來 那開始它從遠端 去控 有一個介面讓它控制 去算一張張的圖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裡是供應 它運算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所以等於是跟著導演團隊一起去把這樣的作品能夠運算出來 那我們點一下 看一下整體那個一把金的幕後的花絮 其實這作品大家這樣看一看 我們台灣也可以做到 有這樣接近好萊塢等級這樣的一個創作 那麼這部分其實可以看得出來時間是非常趕的 因為大概以一個正常好萊塢的創作而言 其實差不多你要三年的時間做整體的一個製作 那後製的話 我覺得至少都是要半年到一年以上 我覺得這才是 能夠去 去做好一個影片很關鍵的 一些安排 那麼 那麼這一把金等於目前其實以這樣的含量 這樣的時間做到這樣的創作 我覺得真的是蠻佩服他們整體的團隊 那目前其實原來 草原導演就是他找了一些年輕人 就是顏正晴這位特效總監 那目前在他的 原來是在他的公司裡面 那後來這個片 因為就是也做得蠻成功 因為拿到六座金鐘獎 然後後來這個年輕人也出來創業了 也成立鋼蜂公司 那特別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原來草島是不太知道我們有蒜土農場 那後來是經由那個 就是陳元勝委員的引介 到我們國防中心來做運算 所以他也是原來是非常擔心說 來不及公司在12月19號的首播 那他也感謝我們有這樣的蒜土農場 可以幫助他支部片子 能夠完全就是順利的一個製作完成 所以這是在這個過程裡面覺得 我們的農場真的可以幫助到這樣的作品 覺得蠻開心的 那目前其實這個創作 大概是 他大概是文化部有補助他們 大概是六千萬左右這樣的經費 那後面事實上也是遇到貴人 就是童子賢童董 他大概資助了大概一億二吧 所以整體能夠有把這個影片能夠製作出來 那我記得我在那個首映會的現場 其實是很感動的 因為大家知道說他這樣的創作 大概一節製作費是五百萬 那其實在當場看到像天心 或是幾個演員 其實他們感動的是 有一部可以拍自己 自己故事的一個很好的劇本 那種感動其實是可以傳遞出來的 那麼再來就是說 整體的一個拍片也讓他們可以 真的是衣服穿得很體面 對 因為那戲服各方面也都有很考究 所以我是真的是 也很佩服超人導演在這一路走來 他的堅持跟努力 然後當然也很感謝那個 通知賢童董 他有這樣的一個支持 其實他不僅是支持一把金 他也支持幾部 就是我們的一些writer 一些作家紀錄片的拍攝 那我想這都是 大家看到一步一腳印的一個努力 其實也有人問他說台灣的電影 應該怎麼能夠發展起來 其實童董好像就說 就不要這麼完全考慮CP值 他有這樣的一個回應 OK 所以這是整體我們 等於是參與這張作品 那我現在也很期待那個草導航 下一步的一個芯片 OK 下一步 那麼這是我們幾部參與的作品 那有些是有來我們中心做測試的 像有 大家可以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樓下房客 那這裡再解釋一下就是說 大家看的那些作品 我剛剛講了很多 所以我想用圖畫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熟悉剛剛有幾個 觀眾有說有用過Maya Maya這個軟體實在太神奇了 因為我以前我也是做一些 simulation 我接觸過一些科學工程的計算軟體 他大概都是比較單一性的 譬如說模擬這個水就是水 模擬固體的水就是固體水裂 而且出來都是一些數學的數據 那用一般的這個數學tour工具 去表現他成像效果 譬如說可能速度廠 或是四能線等等 但是這個動畫軟體這個Maya 他裡面有建模型 我剛剛有解釋過就是說 所有的立體的角色 不管他是會動的還是不會動的 都是用模型把它建構起來 那這樣的模型就是用一些多邊形 去把它組合起來 那麼接下來他會有一個模組的功能 就是要做動作設計 當然桌子不會動就不要讓他動 可是如果你的這個模型是貓咪 他會動的話 你就要給他動作 類似是這樣的概念 那麼做完動作設計之後 其實就是很重要要貼紙材 那可能黑人白了 他的皮膚就會不一樣 那當然如果說你的桌子也會有大理石 或者是木材的桌子 貼完之後就是要設光源的參數 把整體都設完之後 就是所謂的輸入檔 那這些檔案就要打包 送來國網中心的 算數農場的平台上面 等著導演從遠端來派送運算 然後算出一張一張的圖 大概是這樣 那算成圖之後呢 其實就是大家可能就會比較了解 後面可以用一些合成軟體 去把它合成 變成你自己的影音作品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還有一塊就是 做特效 模仿方面的 固體啊 流體方面的運算 那這部分事實上是國內目前比較缺乏的 那這塊因為涉及的科技含量比較高 那我們台灣其實有很優秀的力學方面的人才 可是這樣新鮮出來的一些人才 可能目前都還是在聯發科台積電 那我們事實上是希望有那麼 很快的有這樣的人才可以進來 我們的內容產業 因為事實上 大家看到那些飛機啊 或是爆破碎裂 其他後面都是固體啊 都是固體力學 流動力學 那需要理工科技的人員進來 才能夠跟這些藝術家一起合作 那我們在 我們在我們國網中心裡面 事實上涵蓋的面向有幾個domain 那一個就是說我們會把硬體這個部分 會建構起來 那麼此外呢 我們也會整合學界做一些軟體研發 那麼在把整個軟體研發的過程裡面 做好一個類似像包裹式的軟體服務 這是我們會去努力去 一直在努力經營的部分 那麼另外這個區塊事實上也會 希望能夠再跟一些國際的技術接軌 能夠把最新的動態能夠融合進來 只是我們一步一步 希望把這樣的服務做到更精細的一個 分工跟升級 那目標還是希望能夠 支持我們的這個內容產業 能夠更加的耀身 OK 再往下 往下 那這裡有提到剛剛的一個 一個特效的一個畫面 那這樣的一個呈現 事實上都不需要軟硬的一個調和 才有辦法把它運行得很好 那這裡是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這邊的話 就是real flow 它是做流體的運算 那這個流體運算的話 基本上面 它 你可以看到它成像效果 其實是 這個都是國際級的一個 流體演算的 這個成品 是有滿好的一個成像 那右邊再看一下 是哪一 這套軟體 那這套軟體基本上面是 Stanford 的老師他們去發展 那後來用到2012這樣的作品 那這個軟體後來就被 Autodesk 的軟體商給買走了 那兩套的軟體模擬出來 其實各有它的特色 這都是目前國際上面主流的 就是流體方面的特效的軟體 那他們的背後 事實上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動量守恆跟質量守恆 也就是說 當你在看這個 力學特效模擬的時候 它其實在背後 它不是說藝術家去畫出來 或是去挑出來 其實很難 然後它背後的依據 還是一樣是我們所學的科學的原理 那只不過就是說 因為我們解這樣的方程式 大家不用去完全懂它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 像我有畫了這個蝴蝶這個畫面 就是有蝴蝶標示那幾個 可能就是 非線性像 那非線性像 大家想 就可能看起來就比較難 那我們就把它線性化 就把它簡化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做科學跟工程問題的求解 我就不能簡化 我一定要求到精準 因為我可能要做一個 霸體的設計 等等 那是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可是我如果放在影視作品的話 不必要 因為人的眼睛沒有辦法 那麼細膩去辨識說 你是不是有做到這麼精準 所以這是一個在 雖然說同樣基於科學原理 可是因為它不同的用途 你就必須要把它做一些調整 那一樣就是說 我們在科學去求解的時候 事實上 質量守恆等於零 很難算 想會算到就是 沒有辦法收斂 那在於動畫的運用而言 其實他們就是 讓它不必等於零 那這樣也許就可以 縮減它的運算時間 所以等於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於內容產業做動畫影像方面 它實際上也是很高的科技跟科學的含量 但未來是不是我們電腦的方法可以更快的演進 也許不需要做這樣的簡化 也許 這也許是一條新的路 不過目前的電影工業而言 其實他們還是做這樣的一個簡化 來達到他們的一個訴求 下面 那麼我們在做水體的運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部片是那個 周美寧導演的花樣 也就是說我曾經因為這個片 我就到阿龍片場 這真的是在片場上面 對 那可以點一下畫面 右左邊這裡 這邊點這裡 那這可以看到說 片場裡面的一個效果 因為它是做一個海盜的船 船隻上面 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船體事實上都是 就做一個樣子出來 它不會見整艘船 因為如果見整艘船的話會非常貴 而且可能那個片場 沒辦法農載這樣的一個船體 那有時候像在國外的話 其實整個都是綠木了 因為等於就是後面都是後製 去把它建構起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那個綠色的木 其實就是你一設計 綠色然後就把後面的木就封掉 那你就可以貼你 你原來算的一些影像 把它合成起來 好 那點一下 那這邊就是說 船體 就變成是 我們就是跟導演這邊合作 他把船體的形體 建構起來之後呢 送到我們國網中心做運算 所以這個運算就是 Based on 大家剛剛看到 RealFlow這樣的一個軟體 它背後就是質量手紋跟動量手紋 這樣的equation在控制這樣的運算 那送到這邊來算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畫面 把它表現出來 然後貼著紙材 貼紙材就是貼成流體的樣子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算出來其實是 你看不出來它是什麼樣的液體 你知道它會動 那我弄成水 它就是水的樣子 我把它貼成牛奶的紙材 下這樣設置 它就變成是一個牛奶的大海 所以這裡就有很多的可能性 可以去發揮 那其實短短的這個10秒鐘的破浪特效 通常就是 當時在我們中心算了 一次要算兩週 但是如果一般電腦算的話 可能要算好幾年 那對於我們而言 其實我們電腦當然是可以很快算 我說算兩週是算一次 這樣算完 可是有時候對於我們這種 做科學的一開始比較難適應的是 因為我們在做一些科學方面的運算 我們會有收斂條件 我們知道說我們算出來結果怎麼樣去比對 可以得知說我們算出來是對還是錯 但是這種 藝術上面的演算 我就沒辦法判斷 我一定要問導演點不點頭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所以等於是 在跟導演之間 美感這邊的平衡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的AI技術 人工智慧有可以去模擬出來 美感辨識這樣的一個方法 讓我們的運算可以更有效達到 導演或是美感這樣的一個訴求 下一位 那這裡也看到說 其實它背後也都是力學的一些考量 也就是說大家設想就是大海在 我們是真正的船體的形式是在無際的大海 可是我在做演算的時候 我必須設定在有限的邊界 所以在這裡的話 就有很多係數必須要去調控 因為你可能壓力太大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雜訊 那這些雜訊的話 可能不是應該在畫面出現 所以等於是它比較用參數方式去蓋掉 這都是有一些力學的原理 必須要去把它處理掉的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過程裡面 其實參數下參數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對於流體而言其實它就是會有壓縮係數 跟黏制係數這樣的兩個係數 在做一些控制 那這裡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演算的一些海浪過程 那這個過程事實上它也是一層一層 算下來之後把它疊加起來 那目前以這樣的流體運算 其實它必須要平行去做處理 等於平行意思是說 把這樣的流體畫面 切成好多的不同的區塊 然後丟到不同的電腦 讓它平行去運算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麼我這裡也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其實在參數處理上面 它真的也是一門功夫 那我想點一下左手邊的影像 OK 所以這裡事實上是水滴環罐 那事實上就是一個兩項油的課題 也就是說它水滴滴到一個薄墨 那捲起兩邊的空氣 造成這樣的意象 那這樣的模擬事實上非常適合 就是飲料的廣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這剛剛demo這個畫面是完整的 動量手能跟質量手能 方程式去把它模擬出來的 所以它很多環環很細微的畫面 都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那如果再看左邊 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是這個Rioforer軟體 然後調的就是 用調算數的方式 想要去接近真正模擬出來的效果 事實上是蠻難調的 所以參數這一塊它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 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等於是說 我雖然用了這個方程式的簡化 讓它可以每一次計算的時間 事實上是比較少的 但是我在調參數的部分 假設沒有經驗的話 我可能會耗費很多的時間 去做這樣的功夫 所以參數的調整事實上也是 可以去發展的一個領域 等於類似說有一點 像說你在整個流體運算 裡面假設說我已經有一些專家系統 可以刮在這個module上面 你可以做到 你要有那種驚濤駭浪 或是風平浪靜的效果 就可以達到一個基本 然後再去做微調 OK 下一頁 所以這是我們後來 就是跟雲門五極的一個合作 那這是我的老師 我就把他找過來 那當時就是想要做一個試驗 就是說 怎麼樣讓大家理解 是說當一個畫面機械度要提高的時候 讓他的運算量是 是成長很多 所以需要有超級電腦這樣的平台 去做到這樣的畫面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各位的左手邊 他是解析度大概是1 右手邊是左手邊的10倍 可是光是這樣的提升 其實整個計算的時間 就大概要提高到1000倍之多 那這裡的提升是有必要性 可以看到 尾焰那樣的效果會出來 下一頁 那所以這裡也是要玩一些參數遊戲 然後把這樣Pollicle的一個效果 能夠表達出來 這是我們當時做的一些試驗 OK 下一頁 所以那一次的 我們就等於是 想說一開始建了平台 那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作品 才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算容場運算的一個必要性 那也在那時候就去投稿 那個Segua Asia 這樣的一個conference 那這個conference的位階就是說 其實是還滿高的 因為像他投稿的接受率 大概都是20%以下 那其實大家知道 Pizza他們的作品 其實都是在這個Segua 這個研討會系列去 不斷地投稿演練 然後慢慢茁壯的 那整體而言就是說 在必須要跟大家 講到一件事情 其實分工是很重要的 因為 我一本我到Pizza去看 其實他們整個部門的分工 是非常細膩 也就是說建模型就是一個部門 然後做燈光就是一個部門 那做那個參數 做那個運算的安排也是一個部門 那這樣才能夠 分工之後才每個專業能夠做到的心意 才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那就我們這樣的作品去創作的話 我們當然需要我們中心的試試組 去把我們機器把它做好 把它建好 那麼此外上面要很好的一些軟體的間接 把整套的這個就是 跟我們動畫軟體之間的銜接能夠扣合 那當然最後還需要有一些 力學的背景的一些童人一起進來 把一些像流體或是煙霧的效果 能夠調到一個不錯的狀態 然後當然很重要一點 也必須要跟藝術家的一個合作 就是整個歷程事實上就是一個跨域的一個 一個作品的一個呈現 那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也講了很多 參數的一個必要性 這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三個杯子的一個瀏礦 它瀏的都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可能眼睛要 要仔細看一點 因為等一下要問問題 如果瀏完 大家看到這三個瀏礦不太一樣 那麼需要 我覺得再給大家看一次好了 因為它可能還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看每一個瀏礦的畫面 所以這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電腦裡面我就可以玩這樣的遊戲 也就是說我要拍一個月球的故事 我不用真的跑到玉穴上面去拍 透過這樣的部分 我就可以去呈現月球的一個 生活的情境 那剛剛這些 這些這個影片其實全部包含杯子 都是 都是虛擬建構起來的 所以杯子 就是建模型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麼貼了玻璃的紙材 它就會像玻璃的一個樣貌 然後水流就是用real flow去模擬演算出來的 然後整個設定好之後 設定好光源參數就進到農場去做運算 把最後成像效果就能夠跟剛剛的一個畫面能夠表達出來 那麼另外呢 除了這樣的一個特效運算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也 我這邊也跟一些動畫導演合作 去做一些科普影片的製作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我的專長本身事實上是把二氧化碳打到地層去 這樣的一個數學問題去做模擬 後來我就跟像中央大學一些老師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把這樣的課題變成科普影片 讓大家都知道 地球為人類做的事情 OK 所以 那我合作的那個夥伴事實上是邱又瑋邱導演 那剛剛的影片也有出現到他 講話的畫面在我們競賽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這算農場真的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導演想試一個效果 就有這樣的平台可以去運用 那他大概已經是拿兩屆的 就是金鐘獎 那去年也是 觀賞少年拿到那個動畫電影 動畫獎這樣的一個榮譽 我想就是說 其實要組成這樣的一個科普影片 其實功夫是很大的 因為 我們需要組合一些專家團隊 來幫我們看腳本的正確性 因為跟一般娛樂片不一樣 就是說你傳出的科學知識一定要正確 所以等於是我們必須要 科學家必須要把科學知識建構起來 有一些learning map要建構 建構之後 我們就交給邱立委的團隊 去幫我們做轉譯 那他轉譯完之後 必須要再回回來 給專家團隊去確認說 他這樣的演繹是不是 有沒有失誤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然後之後再去做成影片 做完影片還要再反饋回來看 所以一份那個科普影片的製作 其實是要耗費的AFO 事實上是很大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幫忙 那等於是我們 這樣的團隊裡面 透過這樣的影片 又結盟另外一群好朋友 所以通常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方式就是 不斷地去透過我的工作 然後去結合 更多的朋友進來 那麼這我覺得是維持對於工作的熱情 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像現在呢 我事實上 也在學校教課 在清大跟教教都有開課 那有時候我會聽到我的一些 教授朋友會跟我說 有時候 他可能進到課堂裡面 忘記了原來 進入這個 學校教書的熱誠 他們有跟我分享到這一點 那我後來就想到一件事情說 怎麼樣讓我每次進去這個 我的教室我都是會非常exciting 所以我的課程裡面呢 我大概每個學期都會 一麥兩位專家 然後進來我的課程 做一些分享 那麼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一個期盼 那麼同時呢 我會請學生們做一些hosting的工作 讓他們有一些 可以去發揮的一個空間 像我最近就是 邀請周東諺導演 他是做劇場的表演 那他可能有一部創作是跟咖啡有關的 那一開始這個同學會先對這個導演做study 知道他的創作的一些歷程 所以在他當天到我的課堂上面做分享的時候 學生在現場是直接煮咖啡 等於是把他劇場表演的 這樣的情境就帶入到課堂裡面去 所以導演們也很感動跟開心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人生就是很短暫 然後你做這個事情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把他當成 每一次都是你的福氣 然後很盡興去做 那透過這樣子去結識更多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表現 會有另外一個收穫 那在這裡事實上也是 要覺得很感謝就是說 因為剛好今年度 就是科技匯報辦公室有一個旗艦計畫的徵求 那在這個旗艦計畫的徵求裡面 我們就把蒜苑農場這樣的計畫去擴大 那麼希望就是說能夠對於內容的製作 能夠更多的投入 所以在這裡是很榮幸能夠獲得這個文化部 就是鄭立軍政部長的支持 那同時那個文化部的也有一位夥伴 銀方副署長也在這裡 其實過程裡面跟他有很多的 互動跟交流 那我想就是說 這是是不是好像是第一次 科技部跟文化部 緊密的攜手 一起去開拓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麼另外當然也是 經濟部共同合作 也讓我們這個計畫能夠順利 能夠掙取到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我覺得就是說 國家就是在這時候 把這樣的一個計畫責任交給我們 然後其實也感到 就是我們必須要有更大的努力 把這件事情能夠做好 OK 那我想就是說 這是我今天的一個分享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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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